這是開心鬼 這是開心鬼那一根 好 我們現在來做清洗囉 要倒茶 欸 它蠻有一個入清感的耶 不然 你好 我有約耶 哈囉 你好 那先幫我把鉗子拖在外面 我們這邊有拖鞋可以就是做穿 然後這邊幫我稍微做一下 幫我填寫一下基本子有沒有 OK 開始之前先跟你說 這是我們今天的所有一些注意事項 然後是你必須要知道的 OK 那我先說明 第一點是我們穿試柴耳上 是屬於保健的護理 不屬於醫療行為 這個要先告知 我們試柴耳區就是無痛 然後幫你去做清理的 好 無痛真的無痛 對 我們正常 我們正常在柴耳的過程中 會有點痛癢的是正常的 喔 你剛不是說無痛 喔 我抓到了喔 不是 所謂的無痛呢 就是你在一般的過程中 就是不會去把人弄受傷 不會弄受傷 但是有時候會流血是正常的對不對 有些人會感到不適 可是這一切都是正常的 好 OK 然後耳朵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等一下用可視鏡去看 然後去做評估 你實際上可不可以去做操作 好 然後操作的當下呢 如果你有感覺到任何的不適呢 我們都可以克制化去做調整 OK 可是如果你當下沒有做反應的話 事後我們是不去受理的喔 好的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 用於您服裝的關係呢 先幫我換上就是舒適的衣服 因為我怕等一下你白色的衣服呢 碰到精油會不易清理 喔 對對對 好 OK 我換完了 好 那你趕快出來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 怎麼會不太對呢 這樣子會不會真的不太對 我覺得怪怪的耶 怎麼這個服裝那麼奇怪啊 這樣是對的嗎 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你穿錯啦 你穿錯啦 喔 是這樣喔 因為我剛剛裡面只有一套 我就換這套了 我覺得怪怪的 好 那你趕快再換一下 好好好 對嘛 是不是 這就對了 剛剛拿到衣服給我 好 是不是在開我玩笑 OK 我換完了喔 好 那換完之後 跟這張床幫我躺下來就可以了 好 OK 好的 好 那你會覺得太冷嗎 太冷 還好我心比較暖 真的嗎 那是要怎樣 你會開 什麼 誰 誰 好 那我們所有的工具呢 都是經過我們消毒箱高溫殺菌過後拿出來的 好 那我們先來檢查一下你的耳道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你的耳道呢 可以看得出來你平常自己有在做棉花棒的擦 對 我洗完澡都會用棉花棒來擦耳朵 因為你的耳皮呢是稍微跑起來的 然後如果說你的耳皮被你推掉的話呢 你之後如果受傷的話 你的耳道會不太容易好 我們這隻耳朵呢同樣也有相同的狀況 然後有點稍微紅紅的 這隻還有紅紅的是不是 對 血絲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棉花棒這個東西是不太建議用是嗎 正常的話都會建議客人說 不要自己去用棉花棒 然後是定期來做清理 像我們在做清理的時候 會有專業的儀器 然後去幫你做清理 然後我們也是看得到去幫你做操作 可是如果說你自己去用棉花棒的話 可能伸進去的時候 因為你沒辦法控制力道 你可能會把耳道用手上 好的 那我們稍後拿可視鏡給你做觀看 我就直接開始囉 好 謝謝 來 我們看一下喔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講到的 耳臂上有一整塊黃黃的 像你自己容易推的時候 都會產生這種白白的小點點 那就是耳皮 然後像你耳皮如果被你用掉的話 你就沒有什麼保護的功能 其實它滿有一個入侵感的耶 不然 東西就會進去很危險耶 那我們稍微看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操作囉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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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緊張喔 我會非常溫柔的 好 那你要不要先拿出來 那我們現在幫你稍微按摩一下 幫你放鬆一下 舒緩你緊張的心情 好 這蠻舒服的 好 那稍微先抽一邊喔 好 不要偷看喔 看緊張了是不是 沒有我看好了 那我們現在做放鬆 好癢喔 好癢喔 這是開心鬼那一根 好癢喔 不是 這是我們的孔雀馬 可以做放鬆 那我們嘴巴不要張開喔 好癢喔 好癢喔 你會連孔雀馬一起吃下去喔 嗯 唉唷 那是鐵錘嗎 那要按頭 然後也是拿來做放鬆 那那個會抄他頭嗎 好那我們開始囉 好 來頭幫我吹一邊 等一下過程中有任何不舒服呢 或不適感都可以告訴我 好 我們現在夾出來囉 喔真的假的 對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通常我們在清理耳食的時候 會連同就是耳皮稍微一起用起來 OK 會痛嗎 不會 那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幫你稍微上一下 就是消紅腫的藥膏 好 因為你剛剛說你平常會癢養 對 王莎我可以問你你手是怎樣 這個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那我們稍微已經幫你做清理完了 喔結束了是不是 喔結束了是不是 好放鬆 對 一隻耳朵大概是清 差不多十分鐘左右對不對 嗯差不多 會有點癢癢的感覺 對 這個是癢完 這個也就不是 一個義務感 好那我們接下來做放鬆囉 好 這邊 欸 它在震動 對 會有點梳化的感覺喔 它在震動 它在震動 我覺得很特別耶 很像 手機震動那種感覺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鞋耳朵囉 那頭髮我稍微測一邊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先試一下溫度喔 好 好 它太燙嗎 欸 你有滴嗎 等一下為什麼我沒有感覺 阿嬤 你怎麼沒感覺 沒感覺耶 我是說真的 它太燙嗎 喔還好沒什麼溫度 因為我剛剛有加熱了 所以如果太燙的話 你要跟我說 沒關係我覺得這個溫度其實還算是適中啊 滴進去裡面之後 就比較 稍微 燙一點點 但是還可以接收 欸我現在 很像 在游泳池裡面 然後水 全部進到耳朵裡面的那種 那種聽覺你知道 然後外 外界的聲音很像一個格局 就是講話 都是裡面的共鳴 喔 包住就對了 對包住 好我們現在來做清洗囉 你說什麼 我聽不到 我聽不到 那是因為你現在耳朵裡面有水 所以你會覺得說聲音很小 那現在還好嗎 還好 有哪裡任何的不舒服嗎 還好 還OK 好現在頭幫我測一邊喔 放鬆喔 要倒茶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來再來做清洗的第二次喔 好 頭被耳朵幫我測另外一邊 好 這個蠻冰冰涼涼的蠻舒服 你為什麼比塞啊 你是水跑進去對不對 沒有被比塞啊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二組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煙霧不用擔心 不會燒到的 因為先燒到會是我的手這樣 所以不用擔心 那它是會有溫度的嗎 就是會有一個氣體然後往耳朵裡面嗎 之類的 會有 然後那個蠟灰是能夠保護你的耳朵的 然後去做殺菌的功能 好 它現在會產生一些煙霧喔 好 你有什麼感覺 就是有一個 蠻香的一個香氣味道 這個測試什麼樣的味道 像你現在使用的是薰衣草 有溫溫的感覺嗎 有點像就是熱水在滾的感覺 那你有感覺耶 有煙跑進去的感覺嗎 沒有耶我覺得 溫溫的 但是是有一個聲音在的 我來囉 不是 不是不是 這個 氣體流出去的一個聲音 一個燃燒的聲音 一個燃燒的聲音 對 是你告訴我人 OK好前幾天去體驗完採耳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舒服 你知道 耳朵嘛 耳朵真的是一個非常 非常敏感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然後整套的療程喔 它也有去清理耳朵啊 很深層的去把你的耳屎 挖乾淨 然後一一的去按摩它 一一的去尋找那個 算是耳朵的居點 然後去刺激它這樣 整個過程當中我覺得真的是 是非常的享受療癒這樣子 ある程度 讓我再開眼看 蠢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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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蠢 感谢观看